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来看一下呢 十一之四 Exercise 十一之四 580页 好 他发行一千股的普通股 好 这个是Louis 这个 这家公司呢 他发行了这个一千股的普通股 然后呢 请你就下列的发行 好 然后呢 当然是一千股呢 他有其他的 有各种的假设 第一个假设呢 是他呢 有一个par value 5块钱 然后发行呢 拿到的现金 发行价格呢 全部有四万八千的欧元 那第二个呢 是他有一个所谓的设定价值 好 然后呢 他发行的金额也是四万八千 再来第三个 是他发行的是无面值 然后呢 发行呢 也取得四万八千 然后第四种情形呢 是他的面值是五块钱 好 然后呢 他呢 另外有提供 这个五块钱呢 是 的发行呢 是 是付给 就是他什么 什么代理人的一些服务费用 好 那 金额也是 五块钱 对不起啊 金额 这个服务的价值有四万八千 然后第五个呢 是 他发行也是 面值是五块钱 然后呢 他呢 取得一块土地 土地的成本 土地的价值是四万八 好 不叫成本 土地的价值是四万八 请你做一下 这个练习 好 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呢 讲到股票的发行 好 那股票的发行呢 怎么样去做他的分路 好 这是我们要谈的 五百八十页的exercise 十一之四 好 所以请大家 动手做一下呢 顺便 把你的回忆呢 叫出来 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什么 好 我们先非常的白 先来拿去 我们 pars зап mettre 封重 别人 还有 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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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割 拿去 拿去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里动手练习一下 这个例子很简单 他说我发行一千股 那既然写份录 就是要去想借方 贷方 他发行股票 他没有讲其他的 他发行 这个价格有四万八千 他没有讲说发行 他拿到股现金 所以你一定是借现金 那你取得这个东西 他相对你要给人家什么 就是给他股票 好所以 第一个借方贷方 然后再来贷方的入账方式 第一个 因为你取得现金 就借现金 没什么问题 但是你的贷贷方呢 贷方的金额 贷方呢会有两个科目 因为他一个有面值 然后超过面值的部分 我们说是什么 意价 好 所以呢 那就很清楚啦 面值的入账方式 好 第一个呢 我是拿到现金四万八千 那么说呢 我们的股本入账 是依他的面值 他有这个例子 他有面值 一股五块钱 我发行五千 一千股 所以我拿到 算是股本的部分是五千 好 那超过股本的 也就是说 一千股乘上每股五块钱 所以就是五千块啊 面值 好 就是股本的部分 那超过 可是我拿到的现金 远大于我取得 我发行的这个股本的面值啊 所以我有什么 Share Premium 普通股的意价 四万三千 好 这是第一个 他有面值 五块钱 好 所以呢 那我发行的时候 我拿到的现金 我说他没有跟你讲 他的 相对是取得什么的话 那我们都是认定 假设你说 我看不出来 没有特别讲什么 他就是收到现金 后面呢 第五个 他就是 不是拿到现金 他取得土地 好 所以A呢 是借现金 好 那第二个例子呢 他一样呢 跟这个例子很像 好 他呢 只是 这个股票呢 他没有 面值 但是他有什么 他有 设定价值 那有设定价值呢 他设定的价值呢 一样是什么 五块钱啊 所以基本上 他的分路 几乎是一样 因为 超过 面值的部分 超过设定价值的部分 我也叫做意价 只是 你要不要给他写 写是什么 他的 要讲说 他是一个设定价值 所产生的 好 那如果你不去 特别强调这个 我也觉得 没什么关系 因为 你的分路 就是写这样 这个就是古本 这个就是我们 在中文来讲 就是资本公积 好 这两个都算是 投入资本 所以A跟B的分路 写法 几乎是一样的 好 只差你要不要去 陈述一下 他是 超过设定价值的 金额 好 再来看一下呢 C 好 第三个呢 他是没有面值的 那没有面值的话 就好办啊 为什么好办呢 也就是说 我发行 拿到多好 现金 我就承认多少的 股本 所以他没有所谓的 溢价的问题 因为他没有设定价值 也没有面值啊 所以他没有 超过股本的问题 所以我全部都是什么 你要写 START CAPITAL 或者SHARE CAPITAL 都可以 好 他是一个什么 普通股 Ordinary 全部都是 全部就是他的股本 因为他没有面值 也没有设定价值 好 这是A跟B ABC 主要都是在讲 这个你的代方的科目 怎么做 好 那如果呢 第三个呢 他现在开始谈戒方的了 他戒方呢 他一样 因为他第四跟第五都是什么 他有面值 然后呢 只是呢 他发行股票给人家的时候 第一 第四个情形 他不是拿到现金 他是什么 为什么会发这个股票给人家 因为我有个开办费 开办费呢 英文 这个英文叫做 Organization Expense 就是我的组织费用 Organ 好 就四万八 这是第四种情形 好 第四种情形呢 代方没变 所以这个题目里面呢 前三个例子 前三个情形是要 问你代方怎么做 因为都是借现金 那后面两个呢 好 代方没变 因为他的面值都是五块钱 只是他发行这个股票的原因 或者是他股票发行给 交给人家的时候 他的相对应的取得什么东西 好 第一 第一呢 第四种情形呢 就是因为 我有什么发起人 或者律师 或者什么什么代理费用 好 所以我叫做组织Organization Expense 叫做开办费 中文叫做开办费 那第五个呢 他发行股票给谁 给地主 因为他取得土地 好 所以第五种情形 也是讲什么 代方 借方的科目改了 因为呢 他发行股票是因为什么 对方给他土地 好 就这样而已 好 所以这个例子 很简单 好 所以只是考你 或者是说 只是当你练协式 当我的面值或有设定价值的这个情形之下 我发行所取得相对应的价值呢 是高于面值 我怎么入账而已 好 这个例子 好 所以这个例子 还蛮难单纯的 好 这是帮大家复习 好 那回忆下呢 我们开始谈 第四章再讲 权益 权益分成两大类 要不然就说我们的 当然我们一开始先讲权益怎么形成的 公司的资产来源不是借来的就是什么股东投资 借来的我们就叫做liability 那如果不是负债来的 我们全部都把它放在什么 equity里面 就是权益里面 那我权益怎么来的来源呢 基本上它是从股东来的嘛 好 但是有一些不是才从股东来的 但是它也是属于股东拥有的权益 所以我们 就是这里面的科目或这里面所发生的金额 最后都是归属于股东所享有的 我们就把它放在equity里面 所以equity有两个 基本上可以说有三个组成 那这三个组成里面 有 又可以把它说三个组成 其实中观的来讲 其实它应该有两个来源 只有我们把它分成三类的这个性质来放 那两个 那个equity的两个来源 一个就是股东 自己从口袋里头拿钱出来的 叫做股东投资 那我们用的科目 或者是我们的分类叫做 pay in capital 叫做投入资本 那投入资本之外 另外一个来源呢 是公司经营的结果 还放在公司的帐上的 还没有分配给股东的 我们叫做保留盈余 好 所以基本上它可以分成这两大类 就是一个公司 一个是股东 自己从口袋拿钱出来的 另外是公司经营的结果 还没有分配给股东的 好 那只是呢 这个保留盈余之外 有一些东西呢 我们跟权益有关系 我们还就有个其他权益的项目 那其他权益的项目会留到中块 大家再来解释 什么是哪一类 是算其他权益的科目 好 那 这个保留盈余 是公司经营的结果 我们说了公司经营的结果 最后归谁所享有 股东 所以还没有分配给股东之前 还保留在公司的帐上的 我们叫做保留盈余 好 所以保留盈余是谁的 股东所享有的 好 那我们保留盈余呢 又根据他的 应该是说他的用途 好 可以分成两个 两大类 一个是有限制用途的 所谓的限制用途 保留盈余只有一个用途而已啊 保留盈余的用途是什么 讲了半天保留盈余的用途是什么 有啊 有人有可以讲出来啊 大声一点 保留盈余的用途是什么 孝宣 好 好 保留盈余的用途是什么 我刚是不是想说 权益分成两大类 一个是股东从口袋里头 自己的口袋拿出来的 一个是公司经营的结果 还没有分配给股东 之前叫做保留盈余 因此 这样子答案不就是 互之欲出了吗 所以保留盈余是干嘛用的 保留盈余的目的在哪里 保留盈余的用途 就是保留盈余 最后的去处是去哪里 对啊 就分配给股东嘛 最后是要分配给股东 只是还没有分配之前 先放在公司帐上而已 所以最后他怎么 他目的还是什么 给股东的啊 所以在还没有给股东之前 保留在公司帐上 我们叫做保留盈余 就这样而已 好 所以保留盈余呢 我们根据 它有没有限制用途 所谓限制用途 我的意思是说 所以限制用途就是 限制目前暂时不能分配 给股东 所以叫做限制用途 好 所谓限制什么用途 就一个用途啊 拿来分配给股东的 我暂时限制住 他不能拿来分配给股东 暂时限制住 表示未来 我可以什么 有情况之下 我可能就会解除这个限制啊 所以暂时限制住 限制住 好 所以暂时的限制而已 不是permanent 不是永久 不是temporary 好 不是永久性 permanent 是永久的 好 所以不是永久性 只是暂时的 不能做这件事情而已 所以我们叫做 已分配 所以已分配 可能会让他觉得 好像是已经分配要放到那里 不是这个意思的 所以有人叫已分配 有人叫已止波 好 已止波可能也会让 是不是就让人家觉得 不会跟分配的意思是完全一样 我不知道 基本上 我说了保留盈余 就是归股东所享有 只是 还没有分配出去之前 放在公司帐上 我们就叫做它是保留盈余 那保留盈余 既然都是要分配给股东的 好 那现在还没有分配出去之前 有一些的条件 原因限制住了 所以我们叫做 已止波 或叫已分配保留盈余 那不是真的分配 而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名称 算叫这样子的名称 但是不是它已经分配出去了 没有 它只是暂时冻结住盈余的分配 所以未来限制的条件解除了 它就什么 就可以解动 就是解动的意思就可以分配了 就是从已分配 或叫已止波 把它调整它的分类 叫做未分配 或叫未止波 好 所以我们一再讲 已分配保留盈余 已止波保留盈余 只是暂时冻结住盈余的分配 好 所以我说 这个暂时冻结住盈余的分配的原因 可能会有三种 有人说两种 好 基本上可以分成 两种也OK 讲成三整 三种也可以 那把它分成两种比较单纯 一个就是法律规定的 一个是公司管理上面 所需要 所自己在董事会决议的 好 那法律规定的 我们叫做法定盈余公积 好 法定盈余公积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 法定盈余公积的目的 法律 法律政府管那么多干嘛呢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要要求要提拨法定盈余公积呢 那当然政府的想法 这个可能全世界都一样 这个可能全世界都一样 以至于倒成它的亏损 但是如果继续下去 不可能会产生亏损 所以它像之前 每年都赚一大堆钱的 就每年获利很好的 它还是有什么 面临到亏损的可能性啊 所以如果盈余公司所断的钱全部都分配出去了 那当公司亏损的时候 会让你的股本会被侵蚀掉了 所以比方说你投入资本减下你亏损的 你的权益的总金额会小于公司股东投资进来的金额 那这样会什么 造成什么影响 会造成负债 负债的比例过大 然后当然就会造成公司如果 所以那个负债比例算出来呢 就变成公司的资产的资金来源 绝大部分就变成是什么负债来的 那对公司来讲 就会有什么财务上面的危机 因为你负债越高 当你一有风吹草动的时候 恐怕你就会很快面临被求偿 就是要求还债的风险 所以就是公司法才会这样规定啊 虽然你现在都还是赚钱的 但是我们还是晴天要为雨天打算啊 所以公司法才这样规定 所以我们的法定盈余公积 他的目的是要拿来弥补亏损的 但是我没有说他绝对不能拿来分配股利哦 没有 有一些情形之下他是可以拿来分配股利的 但是法律当时候设计这样的一个设计这样的一个规定的目的是 预防公司有亏损的情形发生 所以拿来弥补亏损的 好那如果另外一个不是法律规定就是什么 管理阶层自己 好那管理阶层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 自己提议或者决议做这个事情呢 那当然是经营上面的需求 或者是我借钱的时候给债权人的一种保障的承诺 所以我说公司如果发行公司在 我们前一张讲过公司在 那发行公司在的时候对发行者 我怎么让他觉得很放心你买我的股票呢 对不起买我的债券呢 你除了每一年会收到利息之外 你会按期按时收到利息之外 最重要的是你到前一定可以收回本金 好那为什么呢 我公司如果赚了钱呢 我不会全部分配给股东 我会保留一点好 那保留一点并不是我说了 我们这个叫做常债准备 好我常债准备其实有两种方式 大家认真听一下下好 常债准备一种方式就是我口头 不是我口头 我承诺在我的盈余分配的时候 我会提拨一个暂时不分配给股东的 叫做常债准备 那我们说常债准备是我的保留盈余暂时冻结住盈余 所以当我要还债的时候 不是把我的常债准备拿去还给债权人 因为我暂时冻结住 这样就违反了 第一个违反了 我们刚刚讲保留盈余是谁的 是股东的啊 你现在常债准备拿去还债 那不是这变成债权人的吗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理由 好 常债准备还是属于股东的 所以不会拿常债准备去还你的负债 第二个 我的常债准备只是限制盈余的分配 但是并不意味着我有一笔金额 一笔钱 实质的金额 放在一个仓库里面 或者一个保险箱里面 所以我的常债准备并不意味我有一笔钱在那里 我只是有一个数字在那里 好 那讲到这个呢 你就去回忆一下 公司如果说他赚钱了 我收入减掉我的费用损失之后 我赚钱的是比较大的 所以假设我赚了100万 那代表公司的现金会增加100万吗 不会 因为损益表是站在印记基础 我承认收入 有可能还没有收到那么多钱 我承认费用 有可能还没有付掉那么多钱 所以损益表的结果不代表真正的现金增减 它只是什么 盈余的结果并不代表公司有那么多的现金的增加 或者亏损的时候 那么多的现金的减少 并不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既然损益的结果转到保留盈余 当然就不代表实质的现金 它不代表实质的现金 公司说赚了100万 走到保留盈余 保留盈余 增加100万 但是我可不可以拿这100万 全部拿来分配 如果没有 所以法定盈余公计的规定的话 理论上是可以 只是公司要发放现金 发放股利的时候 你要去想 我要发放的股利 现在目前来讲有两种 一种就是现金股利 直接拿钱 发现金给股东 另外一种叫股票股利 我不是给你现金 我给你股票 这也是一种股利 股票股票 叫做股票股利 好 这是我们这一章也会提到的 好 所以呢 我的盈余转到保留盈余 我的损益结果转到保留盈余 指定的账户里面 准备要来还债的 不是 好 所以我刚刚讲说 当我要让债权人很放心的时候 这样子对债权人来讲 说到时候我们的盈余 不会全部分配 但是对债权人来讲 未来你也要知道 如果他这样跟你讲的 这个 那个发行公司跟你这样的 承诺的时候 你也不要觉得说 一定是到时候 这个拿回本金没有问题 你要怎么让你觉得 你拿回本金是没有问题呢 另外一种 比较更有更安全的方式 就是 这个公司呢 发行公司承诺 他每一年 好或者是每一年 看他什么方式 会提拨一笔钱 是真实的金额 钱哦 放在他指定的 就是双方都已经讲好的 就是说他在发行公司 那个债券上面 就上面就讲了 他每一年或者每一期 或每一季 总而言之 不管他怎么方式 去提拨 一笔现金到他的指定专户里面 那我们叫做 厂债基金 厂债基金 厂债基金就是 真实的一笔钱 然后呢 指定到银行 或者是银行 或者他的信托专户里面 那这个信托专户银行就是什么 保管人 保管人哦 他要保管的是这笔钱 只能做一个用途 当他的公司在到期 拿来还债权人的 公司不能说 我现在刚好不透 那个口袋不透 不够钱了 我先去从那个账户里头领钱出来用 不行 因为他是即可叫做 专款专用的账户 所以 保管银行呢 既然他接受 所以他参与这个公司在发行的时候 他的一个合约 所以我要擅尽我的责任 既然合约上面讲说 我是保管银行 然后呢 发行人呢 每一期要提拨多少钱到我的账户里面 那这笔钱是专款专用 我这拿来什么 发那个还债券的 所以公司是不能动用这笔钱 这个被指定的银行呢 他有这个责任去保管看护这笔钱 不能随便去用它 这个叫做厂债基金 厂债基金他就有真的一笔钱 所以这个金额 这个是资产科目 我把公司的现金存到那个专户里面 公司是账户要记录的方式是 我带现金 我可以自己使用的现金减少了 那跑到那个怎么 厂债基金里面 所以厂债基金也是一个资产限值的科目 只是厂债基金通常 因为可能时间会比较长 才会债才会到期 所以厂债基金我们通常会把它放在 非流动资产里面 好 所以我们说他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厂债的放 放就是基金的意思啊 是有真实的一笔钱啊 跟我的已指波厂债准备 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说厂债准备只是限制银行分配 但是我不能到时候说我拿这里面的钱去还债权人 因为这里面不是真实的一笔金额在那里 那我要让债权人很放心说 你放心好了 好公司不管这个到时候债务到期会不会有钱 没关系 因为你放心 因为我每一年都会按照我们的合约 存一笔钱到我的指定专户里面 保管银行就会看着那笔钱 时间到了他钱没有进来他会是什么 去吹那如果一直没有进来他就会去他会把电信宣传出来 债权人就会什么 就会去跟公司要钱了嘛 好因为你既然没有按照当时讲好的合约去进行的话 那债权人可以说 事同债务到期立即清场 好再说20年 现在才过了5年而已啊 还有15年了 对不起 因为你没有按照讲好的合约进行 所以债权人可以去做这样的主张 好所以这个是以止播保留盈余 他的跟我们真实有一笔金额 尤其是像常债准备大家都会搞混了 会想不懂 我说了基本上 你为什么要讲你的源头是什么 保留盈余就是股东的嘛 不管怎样就是股东的 只是早晚给股东的 好那你有限制他的暂时冻结住的话 就晚一点才能分配给股东 好就这样 所以你不能说我常在准备就是拿这个来还 还给债权人的 不是的 那就违反我们说保留盈余是股东的 享有的这个权利了 好所以这个期你要特别留意 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讲了这个分类 好那其他权益我们就留到中快的时候再讲 好想到这里要先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呢可能明年还是 哎不是明年秋季的时候 下学期还是会看到我 好虽然 好不过 好总之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说 因为呢初快到中快是一个很大的gap 就它的差距比较大 要说初快我读的很好 我中快躺着读就可以了 绝对不是 好所以如果尤其是采管系 因为中快还是你的必修 所以你怎么让你在修中快里的过程里面 不会太辛苦 我真的劝你们 就是希望你们中那个暑假的时候 先把中文书的初级会计学 拿出来先复习 它是复习也是预习 因为中文的会计学这个 你不要一本全一册的 一定要上下册的 上下册的 它才写的比较完整 那因为这个里面呢 它是 我说为什么它是复习 因为它竟然初快嘛 所以一定是我们 这个现在上课的时候 有讲到的东西 那边一定有 但是它也是个预习是什么 因为它里面有放一些的内容 是我们初快没讲到的 初快没有讲到的东西 所以我一开始 其实在开始用这个原文书的时候 就先跟大家讲了 为什么会选原文书 一则是我希望在大家 刚进大学的时候 先把高中的英文 再把它什么 稳固下来 很多人说我上了大学以后 我的英文程度就到高中 甚至会退步了 那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里面 那么多的时间 再去读这些东西 但是最起码你的阅读 我希望你能够 在你的阅读的时候 能够很顺利 或者是读得很顺畅 所以第一个 我为什么选原文书 第二个 原文书讲的内容 真的比中文书的要单纯很多 对于初学者来讲 你就很容易上手 但是它的缺点 凡是一定有优点 就有它的缺点嘛 原文书就不好读嘛 一开始生字很多嘛 所以会让你觉得 读起来会速度很慢 但是我说了 你一开始读 多花了点时间 你要认真读它两个 两张三张之后 以后你的速度就很快了 因为它的生字就是 长那些而已 好 那第二个 那除了这个原文书 除了也许对大家熟悉 看中文的情况之下 不容易去 就速度没那么快之外 另外一个 原文书的缺点就是 因为它讲的太单纯了 好 就讲的东西不多 太少了 所以当你到了中块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 那那个差距很大 所以你现在从初块 原文的初块 跳到中文的中块的时候 你会觉得读得很辛苦 好 那二年级又很多的必修科目 如果没记错 我们至少会有三颗吧 除了中块 裁管 统计 还有什么 好 这三颗就很吃重了 好 所以呢 为了让你在这个到二年级的时候 不会那么吃力 所以你就暑假的时候 先把这个初块的复习一下 也顺便预习 那我相信这样你来接 中块 就会 比较简单 好 那 我本来也想说 能不能就是 初块是Kiso的 中块也是Kiso 好 但是 问了书商 她说中块呢 它几乎都是按照美国的准则在写的 就不太有用 这个所谓的国际会计准则 但是台湾已经用国际会计准则了 所以 只好还是用中文 因为 要不然我还要补充 如果是台湾 国际会计准的怎么做 那 会让同学觉得很困扰 好 所以呢 就请大家 这个暑假的时候 好 那你要有计划的 千万不要想说 我有空再拿出来读一读 我相信 就算有空 你一定不会拿出来读 所以一晃暑假 两个月就过完了 好 那下痛苦的二年级就开始了 所以千万不要让自己 这样子的一个 呃 情境发生 好 所以就请你大家记得 好 暑假的时候呢 就把中文的初级会计学 上下册 千万不要去看权益册的 好 因为他那权益册的内容 就还是会比较少一点 然后去做这个复习跟预习中快 好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的其他权益的科目就会留到中快 再去跟大家解释 好 这个什么样的交易 怎么样去做这个其他权益的报导 好 这是有关于这个权益的科目 那再来呢 我们谈到 接下来我们讲他的分类之后 好 他的交易行程 他的会计科目的分类之后 或者是他的性质分类之后 我们就开始讲 那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 交易分录怎么写的 那我们上个礼拜也让大家看过了 好 这个一般来讲 好 股票会长什么样子 好 那个课本上也有这个样张 好 但是我们现在台湾就无纸化 所以已经没有这个股票的那个 这个纸张了 没有股票的那个书面资料了 好 那所以这个是上个礼拜讲过 那我们也讲到他的发行 好 那接下来 所以这个到目前为止 都还是在复习 已经复习了快一个小时了 复习出块里面所讲的 上个礼拜所讲的 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开始往下谈 那我股票发行出去之后 我上次也讲了 我的核准股票 authorized 那个 那个authorized stocks 核准股数 一定会什么 是我 可以发行的最上限 好 那我们的公司法规定 我可以分次发行 我说我要发行一亿股 我不一定 我可以选择第一次发行的时候 我就发行三千万股 因为公司法规定性地 第一次发行不能低于四分之一 所以我可以发行三千万 最近百分之三十了 所以高于25%了 就没问题 所以我的已发行股数 绝对不能大于核准股数 好 这上个礼拜我们讲过 那我发行出去的股票 就像我们这边写了 我发行出去我就要写分路了 好 那我发行出去 我也可以把它买回来 发行出去就流通在外了 好 如果按照什么市场 股票市场 那个市场的一个分类 初次发行叫初级市场 那在流通在股票市场的 叫次级市场 所以公司发行公司 从次级市场里头 把股票买回来 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公司买回自己公司的股票 是可以的 但我要让你建立一个观念 公司买卖自己的股票 绝对不会产生 损益的科目 这个观念要先建立起来 公司买卖自己的股票 不会产生损益的科目 面值5000块 我发行出去 拿到48000 多出来的43000 我叫做什么 五本溢价 我也没有叫做什么 出售利益 我没有 卖我公司的股票 所以我的面值 账上数 面值这5000块 我卖了48000 所以我赚了43000 不是这样子的 公司买卖自己的股票 自己 不会有损益 当然 公司如果是买卖其他公司的股票 就会有损益了 所以自己买卖自己的东西 不会有损益的产生 所以这个观念你要先把它记起来搞清楚 好 这个很重要 公司买卖自己的股票 不会有产生损益的问题 好 那所以呢 当我发行出去了 再去从市场上买回来 当然可以啊 但买回来之后呢 这个就放在公司里面了 所以我流通在外的股数 就会比我已发行股数来的少 我发行了3000万 我买回了100万 所以流通在外只剩多少 2900万的股数 所以已发行股数一定会大于 最多会等于流通在外股数 如果发行出去都没有买回来 那我已发行股数就等于什么 流通在外股数都是3000万股 好 这个是你要先把它搞清楚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谈 公司买回自己的股票 那你要怎么做它的交易分路 好 那我们先拿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exercise 那个11-4 好 然后呢 我先假设呢 它就是公司有面值 好 然后面值呢 总之是5块钱 然后呢 我发行的时候 我拿到48000 好 就这样 拿这个例子来解释 如果我买回自己发行出去的股票 那我的分路要怎么写 然后呢 你会产生一个新的会计科目 好 所谓新的会计科目 意思是说 之前我们没有写过的会计科目 那我们说你产生 以前没有发生过的 没看过的会计科目 你写完之后你就要先去想 它是放在哪一个报表的哪一个位置 好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拿这个例子 好 所以假设呢 我买回500股 500股有点多 买300股好了 好 我买回 好 我买回300股 每股呢 用20块 买回 这样好了 每股用50块买回来 好 我买回 我已经发行出去的 刚刚上面我说我发行了1000股 面值是5块钱 那我现在发行出去 我把它从市场上把它买回来 我买回300股 每股用多少 30块去买回来 50块去买回来 好 所以我买回来的时候 第一个 没有特别讲 它就用钱去买嘛 公司付钱出去 所以呢 你的现金会减少 因为付钱出去了 付了多少 15000 那借方科目是什么 你付这个钱 你会拿到什么 拿到自己的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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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叫做Trader stock 库场股 15000 好 我刚刚讲了 我们这个交易 会产生一个新的会计科目 因为之前没有看过 好 好 那Trader stock 要放在什么地方 今天想想 会计五大要素去想 好 先想 搞清楚它是什么样的性质 然后再来看它放在什么位置 你要先知道它是什么性质吗 好 雨昕你说一下 它是Trader stock 是算资产负债权益收入费用的哪一项 会计五大要素 会计五大要素属于哪一项 会计五大要素属于哪一项 它是权益科目 资产 我说资产 它不会是资产是什么 公司买回自己的股票啊 那如果公司去买别人的公司股票 那才会是个资产 因为它是个投资性质 它现在买回自己的股票 它不是资产 没有人说我投资我自己的啦 虽然是有这种概念 但是实质上我们在做会计记录的时候 我们没有这样子去写 所以不会公司买回自己的股票 叫做投资自己 不是这样的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科目 它是权益科目没错 那放在哪里 当然权益科目我们知道了 它就放在资产负债表 那资产负债表的编排方式 我们先放投入资本 再放保留盈余 所以trader star就放在保留盈余的下面 好 我们的报表的编织是有它的一个form 一个形式的 所以我们的权益的报导的顺序 限制投入资本 再来放保留盈余 再来放其他权益或trader star 好 所以这个是放在资产负债表的权益的底下 然后因为它是在借方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简向科目 好 它是在借方啊 权益本来这家乡是在代方啊 它在借方 所以它是权益科目的简向科目 好 这是trader star 第一次 第二个发生的时间 那再来我们谈一下 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呢 我们就先下课好 让同学去买早餐 虽然已经很多同学都已经吃了早餐 也许还有一些同学没有吃 那还有一些同学吃完早餐以后 刚好很想睡觉 就是洗把脸吧 好 那如果呢 这是第一个 我花了50块钱去买回300股 那第二个 我呢 买进来的 我又把它卖掉了 resale 再把它卖出去 我卖多少股呢 我卖100股 好 每股呢 好 不要100股好了 省着点花 省着点卖 卖50股 每股呢 卖60块 好 那我买进来50块 我买进来花50块买 我再卖出去 卖了60块 说每股是不是多卖了10块钱 诶 有赚哦 我只付50块给人家 最后呢 我再把它 我再还给人家 再卖给他的时候 我拿到60块 是不是赚了10块钱 但是我讲过了 公司买卖自己的股票 不会有损益的科目 所以这个赚 你的分路要怎么写 好 我现在卖了 卖了50股60块 然后我拿到3000块 我拿到现金是3000块 然后呢 我卖掉的时候 我拿到这个现金 那我给对方什么 我的trader star要减少 我的库藏股 因为我在买 买回来的300股 已经卖掉50股了 所以我的trader star 就会减少 减少的时候你要去看 我成本是50块 所以我的trader star 要减少是2500块 好 然后呢 诶 那我今天代方还少了500块啊 因为 为什么少了500块 是因为 我花了成本是50块 但是我卖给人家 卖了60块 所以每股我多赚了10块钱 但是多赚 这个赚我又没有什么 不能承认我的利益 没有损益的问题啊 所以我会有一个什么 share premium 股票溢价 或者叫我们说 中文叫做资本攻击 但是我要注明一下 我这个股票溢价是怎么来的 是我的trader star来的 是我的库藏股交易来的 这样看懂吗 所以公司买卖自己的股票 不会有损益的问题 我买我花50块 但是我卖给人家 卖了60块 我赚了10块钱 但是这个10块钱 我不是说我赚了 我的gain 利益 没有 我也要放在什么 我的股本溢价 只是告诉你这是股 什么样的股本呢 库藏股 溢价来的资本攻击 这是我买了 这是我买了 再把他发行出去 我买了再把它发行出去 鞋鞋